嗨 大家好 我是利哥呀 今天利哥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泪光闪闪》 拥挤的菜市街道 杨太手捧仙书穿行与人潮当中 面露喜悦 乐观开朗 骑上略显烧酒的摩托车 跑往各处去送货 老板朝他亲切地问好 叮嘱路上注意安全 要升学念书的原因 妹妹小薰将要来居住 兄妹俩同居一室 工作结束之后 杨太快马加鞭回家 收拾脏乱的环境 一瞬间 回忆从脑海中浮现 小薰和杨太毫无血缘关系 当初妈妈改嫁 对象正好是小薰爸爸 一家四口有过欢笑的回忆 无奈继父不愿受控于家庭 不告而别 不久后母亲便去世了 临终之前 对杨太再三叮嘱 一定要照顾好小薰 担当起大人的责任 杨太带着小薰到远方亲戚家赞助 长大之后 杨太来到冲绳打工挣钱 立志开一家小店 与小薰分隔两地 如今兄妹再度相聚 杨太心中甚是激动 也倍感担忧 远远望见 站在岸上的哥哥 小薰不停地挥手 脸上藏不住喜悦之情 窗外下着萌萌雨 小薰拿来床单整套 决定来与哥哥互诉衷肠 不知不觉 两人进入了梦乡 隔天杨太开着破旧小车 停留在路边 便下车离去 将小薰留在车内 转头望去 迎面走来的是哥哥女朋友惠子 杨太介绍两人相互认识 小薰起初面露不悦 随后摆出灿烂的微笑 吃过丰盛的晚餐 闲聊过后 兄妹俩回到家中 虽说多年未见 感情却不减当年 原本安定沉稳的现状 却被一次骗局给打乱 迫切追求成功 且惜一次单纯的杨太 因太过轻信别人 导致身家财产全赔光 经济状况堪忧 即便陷入这般境况 杨太仍强装微笑 杨太不愿接受别人的资助 和帮忙 故作坚强 看到这样的哥哥小薰 倍感心疼 这天 杨太遇到一位 不速之客 惠子的爸爸 得知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岳父拿出一笔钱 资助 但条件是两人必须分手 自尊心太强 杨太拒绝这份施舍 同时也决定与惠子分开 无论他如何苦劝 杨太仍固执己见 为了赚钱 供小薰上学 杨太找到一份工地的苦工 搬运重物 全身脏兮兮的模样 小薰坐校车 无意亏见 心如刀角 怎能让哥哥独自承受这般苦痛呢 瞒着杨太 杨太小薰偷偷去酒店打工 当服务员赚取外快 帮家里分担压力 却没想到被杨太朋友撞见 只是抱不住活的 每天如既往的上学念书 放学就去打工 晚上还要照顾泪摊的哥哥 小薰承受巨大的压力 意外知晓妹妹打工的事情 杨太大发脾气 还往小薰脸上扇了一巴掌 一段沉寂过后 兄妹俩拥抱在一起痛哭 随后推开哥哥 无泪跑开 终于小薰考上名校 不负众望 杨太开心地搬走相告 为妹妹感到万分自豪 正准备帮妹妹准备大餐 小薰却告知 想搬出家门独立生活 学校附近租房住 杨太本不答应 不忍心让妹妹受苦 但万分请求执意下 兄妹俩暂时分开了 夜晚接酒消愁姐妹 杨太却从他人口中得知 小薰跟一名陌生男子见过面 于是回念一想 来到一家酒吧 找到当年离去的小薰爸爸 原来小薰之所以离开 是不想再拖累哥哥 与父亲的交谈 更加坚定他的信念 这是他的想法 但杨太却将错 归结于小薰爸爸的身上 两人大打出手 留下满身的伤痕 杨太理解妹妹的心意 答应让他开展独立生活 小薰便满怀伤感 搬离哥哥的家 虽然分隔两地 兄妹俩仍会互通书信 讲书生活净况 分享快乐和喜悦 小薰勤工俭学 一边努力读书 一边拼命兼职打工 他慢慢能体会到 生活带来的压力 不过能拥有哥哥的爱 小薰感到万分满足 一场飓风即将席卷而来 威力强大 放学过后 小薰赶紧跑回住所 却为时已晚 窗户被吹裂 原本干净整洁的屋子 顿时变得一团乱 正当束手无策的时候 杨太及时赶到 原来通过天气预报 了解情况后 马不停蹄的就赶来了 帮妹妹安置好屋子之后 杨太累到在地 小薰赶忙呼叫救护车 他将哥哥拥入怀中 希望能让兄长感到一丝温暖 飓风摧残的城市 破烂不堪 杨太被送入医院抢救 却被查出已得绝症 原因是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 身体难以承受 即使医生尽了全力 也没能挽救杨太的性命 小薰手捧哥哥的遗照 葬礼如期举行 来到海边忍不住小欧哭 想起杨太教授的方法 用手捏住鼻子 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但这一次泪水喷涌而出 小薰失去至亲之人 虽无血缘关系 但羁绊环绕于记忆之中 深深揪着小薰脆弱的内心 羁绊打破血缘的束缚 情意如同蚕丝缠绕我心 刻骨铭心 倘若流水万千 永尽念想 定莫忘 生活仍须迈不前行 寄予羁绊之情 携手共度 曲折欢乐和困苦的生活 毫无怨言 甘愿付出 也许只有至亲的兄妹 才能达到这般静态 血缘固然重中之重 但仍敌不过回忆和经历 唯有相拥而弃 情才能刻入谷中 永世不忘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 照料逆心 好